守守守 希望中場有機會走入球 我自己從足球到現在這個階段 這球球我覺得很重要 投身足球的職業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我都知道馬飛也不是那麼容易 那場球你不要自意買到飛 很難買到飛 那場球真的 現在我們開始要準備下一部份的工作了 喜歡看這個節目的朋友 可以按下一個紅色按鈕 訂閱 不用錢 體育T&D 大家高興一點 今天訪問顧錦輝 也有519的關鍵人物 入了第二球球 顧錦輝 當時519的時候入球球是怎樣的呢 當時我們去作客 去中國打 在北京那裡 北京國人體育場 我們第一場環就是跟他打和 1比1 去到作客 我們球隊必須要贏才可以出線 和他們出線 變成那場球 我們很幸運地贏回他 2比1 其實那球球是怎樣出現的呢 那場球是打到下半場 十多分鐘之後 有球球 因為當時我是踢中場的 是 防守中場 當時那段時間 剛剛梁瑞榮隊長 在右邊那邊推上去 他就把球傳入中間給劉榮業 劉榮業跟對方一齊大家去拍 我剛才順勢的反應 是順勢打算 阿榮去推樓 我打算準備去布置禁區邊的位置 我剛才這麼幸運 時間剛剛配合得好 劉榮業跟對方一撞球 打出來在我前面 我走進去 射 就搞定了2比1 贏了這球球 其實這球球之前 你有沒有類似的經驗 或者是試過大家練過的 其實我們練習是有練習過的 我們教練國家明都說 我們香港隊的時候 打的方法 希望都是穩定一點 打突擊 為什麼突擊不可以只是 還是前面前上一個 或者兩個翼去 人少物 希望在中場 那時候我們 一向都有兩個防守中場的中間 希望事大一個就會去參與進攻 有練這個練習的 希望不能經常防守 有時候要多參與進攻 令到對方有點壓力 不用他經常攻過 我們不希望經常守守 希望中場有機會走入面射球 其實那球球都可以說得有少許意外 入了 其實當時入球的時候 球員之間是怎樣 是瘋了 還是沒有想過 你說我們有沒有想過 入球 其實大家都去到 作客隊去到中國隊打 其實入球應該是困難一點 我自己做球員覺得很困難 你坐著公園球場 十萬人 十萬人的球場 八萬多的球場 是的 停場球 中國隊打球 當然是鼓勵中國隊 擁頂 我們打球 就去我們 因為那場球可以現場 所以壓力都很大 所以你說這場球 我們覺得是非常困難打 作為球員 其實那個心態 那場球其實不是差那麼遠 不是說真的七三球 其實都是頂多六四球 作為一個入了球的球員 你會否覺得我無端端發達 我本身 我覺得入球球 其實是 我覺得自己都給我一個 鼓勵 不是鼓勵 我自己從足球到現在 就是這個階段 這球球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投身足球的職業 為什麼呢 其實我本身 我自己是打一個 在南亞話 都是打中堅的一個後衛 我在香港代表隊 郭嘉明就找我打中場 所以你說 我在南亞會入球不是多 是很少 香港代表隊 其實入球 就可能打一個防守 可能更困難 如果我現在可以在 中一場比賽 我打一個防守中場 球員中場 我可以入到球 你想想我自己的開心程度 去到哪裡 其實當時入了球之後 還要守 那時候怎麼搞呢 他一定是狂攻 當時我們入了球之後 那時候真的被他們 攻到沒有盡頭 後段那二十多三分鐘 真的過不了半場 就是被他們壓住 我們是打的 因為沒辦法 當時他們因為 他落後一球 他一定要追回我們 追回我們 一定要追回我們 因為當時我們之前 記者收到很多封 也知道中國隊的部署 就說明這場球 和也不行 一定要贏的 其實我們在賽前 我們都聽到這樣的消息 聽到這樣的消息 所以我們就變成 我們聽了之後 其實我們的壓力更大 因為他一定來 你和就簡單 他和也OK 他一定要危險 變成我們對面的決心很強 所以我們可能做防守 更困難一點 其實我們真的有很大的壓力 那一場球 你家人有沒有去現場踢球 沒有 我沒有 其實那一場球 我香港代表隊出去踢球 通常出外打球 我們很少打家人出外 因為第一 我們去集訓 或者出去打球 希望大家專心一點 家人寧願留在香港 我們專心一點去比賽 那時我們電視台也有直播 電視台也有直播 他有現場看 家人也有現場看 去北京那裡看就沒有了 你也知道 買票也不是那麼容易 那場保安 你不要只意買到票 很難買到票 那場保安真的 那場保安 那場保安真的坐10萬 不是 入座10萬 其實是坐100萬人而已 是的 所以那些票一早已經賣光了 賣光了 那場保安很嚴密 因為事實上那場球完結後 亦發生了少少制動亂 在外面 那你知不知道 其實我們打完球 我們回更衣室 都知道的 其實在我們完場吹雞之後 完場之後 我們在球場外面的時候 已經是有球迷 已經是扔東西下來的 是的 已經進不了 我們開始回到那個隧道 他一扔扔扔 不斷扔東西 是 我們回不去 那些工作人員之後 叫我們退後 站到球場的中間 是的 等那些球迷散了 散了 離開球場 我們才進去那個更衣室 進去更衣室之後 我們足足等了一個半小時 才可以離開球場 因為外面 他們說 那些人在外面不願離開 那些球迷 大陸那些又說 怕我們有危險安全 就不要讓球迷散了 推散了他們 我們才離開 這個我有經驗 因為當時我在現場 比賽之後直播就訪問家明 訪問完家明之後 中央電視台 就是保護我走的 當時有條隧道 就秘密保護我出去 出去之後 跟著外面 是有很多解放軍在那裡守住 以防有事 事實上 也真的有事 幸好我們運動員 球員方面沒有什麼大問題 第二天都走了 回到香港其實是怎樣的 回到來就是我們其實在飛機那裡 不知道為什麼有些人說機場 會有很多人 有可能余錦基斯坦就說 我們上機前 在北京上機前 說我們回到去看機場 一定是知道很多球迷在等我們 希望我們盡量的球員 大家集中一點 集中一點 一起走出去 拍張照 是的 提到那一晚 其實贏了一球之後 這場球也算是關鍵性的比賽 贏了一球之後 那一晚是怎樣慶祝的 我們其實慶祝 沒有什麼慶祝 打完球我們都是回酒店 都在酒店裡面吃過飯 大家坐下來 其實沒有出過去 不出得去 因為那裡工人員都叫我們 我們盡量都不要出去 亦都不應該出去 我們只是在餐廳吃過飯 大家當時喝喝酒 大家開心地大家慶祝一下 就是小規模的慶祝 領主就說我們回到香港 就找一天在香港再慶祝一次 體育TID的朋友 要大家幫忙 看到下面有個紅色按鈕 訂閱或訂閱 按一下 就證明你支持我們 多謝